千年当一回 血早飞了 千年苦相思 为你呀你是谁 啊呀看看你 心中都是相思泪 千为珍三为梦 大树也做的美 我怎么会怎么会 跟着你唱千年当一回 啊啊啊啊啊啊 千年等一回 血早飞了 千年等一回 千年等一回 公主 我不是叫你呆在魔界好好照顾父王吗 你怎么会擅自来到人间 你是不是瞒着我 你真是脱洋 你为什么要保持你 你为什么要保持你 我没想回来 我没想过 不过 你怎么要保持你 过来 那个 那我没想过 你和我好 我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一定会证明给父王看 我才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 起来吧 谢公主 公主 其实若你真的能 帮魔戒找到五大神器 我相信大王 没有理由不让二公主成为 魔戒王位真正的继承人 听你这么说 颇有道理 对了 有件事情我倒要问问你 将金乐舍带到白素贞那儿 还携走柳林的 那个蒙面人是不是你 请公主恕罪 因为属下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帮公主的忙 所以才会自作主张 果然是他 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属下这么做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让大公主和许仙 早日成亲 你这么做 对我有什么好处 因为仙界 一直反对大公主和许仙在一起 我们如此帮她 会让大公主觉得 魔戒 才是她真正的家 之后 她才会帮着魔戒 去对付昆仑仙界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她和许仙早日成亲 那么 玄武孙哲 才会对她死心 她才有机会 和二公主在一起 如此一来 这白素贞体内的白灵珠 才会成为魔戒的保护之一 加上公主的诸侠静 还有玄武尊者的金剑博 这五大神器已有三样 这对魔戒来说 是莫大的帮助 真人果然神谋远虑 不愧是魔戒的大军师 你以后 一定要好好地帮我 是 先太爷 请 来来来 先太爷 草民敬你一杯 好 先太爷 多亏你公正无私 给许仙定下了罪 要不然 我金家大药铺 还不知道 背上骂名多久呢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你的药 可以继续正大光明地卖了 也多亏你 许仙的壮旨 才能从沈大人的手里 拿回来 我这官 才能继续做呀 这个呀 就叫 鱼帮水 水帮鱼 晚辈 恭喜二位 愿二位的友谊 地久天长 坚若磐石 好 来来来 我说先太爷 咱们这案情 应该很快就 水落石出了吧 当然了 本官绝不会放过 这罪大恶极的凶手 不过 本官为了这个案子 可是特别的劳心劳力 来人哪 把我准备的好礼 拿上来 这是 这是草民 特地派人从东北 带回来的宝贝 不止安神 还可以安心呢 县太爷 可以打开来看看 每个看到这贴药的人 都心旷神仪 比吃了十只千年人参 还要精神 这么神奇 那本官 一定要瞧一瞧 请 县太爷 如何呀 本官所 总 吃了不止一百只的 千年人参 哪 咸肉啊 咸肉 来看一看 这该死的仙菜 当时什么官 竟然为了钱财 如此草菅人命 真是 真是气死人了 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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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 无知 除非呀 除非呀 寂寞为 书呀 我 又 这 虎呀 肃也 又 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法海大师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蓁儿 你可知你刚才在做什么 我当然知道了 我这是在教训你一个狗官 教训 我看到你的师父 在强行干预凡间的事情 我并没有干预 我只是给那个狗官小小的教训 将那种败类 人人得而教训之 可你知道 因为你的胡闹 会有多少人因此而郎当入狱 我只是 想救许仙 你如此注意我 难不成 你想阻止我和许仙 贫僧 只想救天下苍生 只想救苍生 为何总是出现在我的面前 难道 火气铃说你对我的心意 是真的 阿弥陀佛 如果你再继继续纠缠下去的话 你千年到好将毁于一旦 如果能换来和他真心相处的片刻 那也值得 都老婆 吓你 你为何 你为何如此执迷不寻 你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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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爱大师告辞了 难道 真的避免不了 他日将死雷亭霞 永世赠于凤山底的结果吗 从阳门回来了 情况怎么样了 我问你话呢 你倒是说呀 没人性 简直就是没人性 太没人性了 难道汉文他 他真的出事了 汉文他倒是没事 可是我那帮兄弟 简直太没人性了 知道吗 他们竟然开赌局 来赌汉文这两天就被 斩首了 真是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不然汉文他人这么好 而且又没被定罪 就是啊 他怎么会被斩首呢 就是啊 再说 我一定要把汉文出这口气 我决定了 你给我赌汉文 不会死 我听说 我这 你竟然敢拿我弟弟的生死开赌 你比他们还要没有人性呢 我们许家就要绝后了 你这个姐夫怎么当的 怎么当的 怎么当的 我想到了 你想到什么了 灵儿 这个时候 就只有指望灵儿了 灵儿 灵儿 不 娘子 这怎么怎么办 这太没人性了 哎呦 我对他不得了 我会发生他的声誉 了 对 我一起来 谢谢观看 却有金百万大药铺有的卖 而且要取得这两副药材 还得经御医开方子才行 一般小老百姓是轻易买不到的 既然是毒药取得不易 这药渣里又有这两样药 明摆着是金百万要嫁祸于许仙 只要将这药渣呈上公堂 请大人做主定金百万的罪 可是金百万和县太爷交情匪浅 光是这样根本就无法证明 是金百万陷害师兄的 一定有办法的 我就不相信一点破绽都没有 经文这位大哥 你再仔细想一想 这副药除了你和许大夫碰过以外 还有谁碰过 除了我和许大夫 没有其他人了呀 当天沈管家在这儿等着拿药呢 沈管家 连他都这么认真找证据要救大师兄 可我呢 我就这么没用 什么忙都帮我杀了 凌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姐姐 这里这么多药材 到底哪一个才是雪上一只薅 或穿屋呢 我想 这味药这么特殊 一定不会像这样随随便便放的 所以说是被藏起来了 那怎么找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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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药具有迷惑心智的味道 不但会上瘾 吃多了还会避命 姐姐 我有个好法子 不如 我们就以奇人之道 还着奇人之身 什么意思 我不答应 这件事我绝对不答应 我也不答应 汉文啊 我的好弟弟呀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我们许家呀 是啊 姐啊 我们不能这样自私 要这样的话 就会毁了灵儿一辈子 你 柳师傅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灵儿 明镇言顺地成为我们许家的媳妇的 是寡妇 汉文 我跟你姐夫会好好照顾他们母子的 要传宗接代 难道你们不会生啊 为什么一定要我生啊 汉文啊 我跟你姐成亲这么多年 要真能生的话 你早就是几个孩子的爹妈了 别说了 要留下血脉可以 但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啊 什么条件啊 我希望 我希望我的娘子是 白素贞 白姑娘 你 我相信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破了这天鹅肉 这滋味啊 你也不忘了 所以我才来娶她嘛 你 我打死你 霍六灵就是死 也不会嫁给你这个无耻之徒 你嫁给我这个无耻之徒 总比嫁给你那些 亡命之徒好吧 你 你 好好好好 哎呀 可怜我那个未来的老丈人啊 你女儿不愿意救你 我也没有办法 走 你 千万 我让你家路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再要为大家介绍免的费目 我们还让你至饮了 我们再来我们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把这个毫无耻之徒 能够分 folk发握 你们现在也要得到 我这些人 我手机 还会做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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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去请 是 少爷 怎么样小琴琴 你想通了 什么时候拜堂 你跟我说 我叫我爹安排 要不然 咱们先动房吧 金大少爷 你放尊重点 不然我就要走人了 好好好 我尊重你 我的好娘子 你先前说 只要我肯嫁你 你就有办法 让我爹平安出狱 此话当真 当然 你也不看看 我金家 在地方上 是什么地位 我堂堂金乐蛇 娶妻 能娶一个 囚犯的女儿吗 只要你肯嫁给我 我能保证 柳师傅 会无罪释放 那好 我答应嫁给你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我就喜欢看你贪婪的样子 说 我希望 让我师兄许仙 也无罪开示 六姑娘 你当我金乐蛇 是三岁孩子吗 你跟许仙 都快拜堂成亲了 我现在找人 把她给救出来 不是往自己头上 扣一顶绿帽子吗 你放心 只要她能够 无罪开示 我答应你 我六龄此生 绝不再见她 你都不见她了 还管她死活干嘛 你 你到底帮是不帮 你让她去死吗 你不帮就算了 为了许仙 连你爹都不救了吗 你要知道 许仙 他可是依死朝廷命官的要犯 能不死就不错了 你能让我师兄 免以死罪 为了避免日后 你对我冷酷无情 只要你肯叫 你一切好胜 好 我假 好 怎么再东方一次 停满 金大叔 那日我失身于你 是不得已的 我不希望你就此把我当成那种轻浮随便的女子 今天我虽然答应嫁给你 但是并不表示 你现在就可以轻薄于我 都依你 我虽然出身平安 但一切明媒正取该有的礼数 不可偏非 这个好办 择日不如撞日 我这就差人来去 那个 我爹和师兄都还在牢里 你急什么 你是怕我诱你 咱们先小人 后君子 以免日后 大家遗憾 好 那我怎么知道 把你爹放出来 你会不会翻脸不认账 跟你爹跑了 你放心 从今天起 我就住进金府 我爹和师兄 官司没事那天 就是你我完婚之日 这样 你就不担心我跑了吧 好 言为定 言为定 许大夫 许大夫 静儿姑娘 你怎么来了 来看你啊 小声点 柳师傅在睡觉呢 许大夫 这里环境这么差 你一定过得不好吧 我很好 真儿姑娘呢 你还好就好 可是姐姐 就不太好了 出什么事了 这 姐姐 她不让我跟你说 是不是她心脉不齐的病 又犯了 为什么不能跟我说呢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静儿姑娘你快说呀 前些天呢 姐姐打听到隔壁县城 住了一个王爷 这王爷都七老八十了 还想纳妾 姐姐为了救你 就答应她了 啊 怎么会这样 我许萱何德何能 能让她如此牺牲 静儿姑娘 你快去阻止她呀 你宁可为了道义 牺牲自己所爱 去娶别人 姐姐基于道义想救你 嫁给别人 又有何不可能 我不值得她这样做 我也是这样劝她 我说 许萱是个负心汉 值得你如此 为她牺牲吗 可是姐姐 帅哥 这是一个人 那是我的 这是个人 是很恐怖的 我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起床 走 你们这是干什么 大人要开庭问案了 还为什么 你这脑袋还留不留得住 很快就知道了 走 大人 金老爷来了 来 来 来 过 过 大人 大人 你这是 我知道 得了什么怪病 头头快 张破了 你看我这个样子 还能圣堂问案了 大人 你别急 带我看看 带我看看 奇怪 奇怪 大人 你气血畅通脉相正常 不像是有病啊 金老爷 您什么意思 难道我是装的吗 你平常 天下要给那些穷光蛋 要就算了 连我你也骗 都能成这样了 还算正常 大人 依我看 你这不像有病 像是中了邪 不过大人 您请放心 我已经让小儿去请龙女仙姑 过来给你看看 她一定能给你治好的 大人 仙姑到了 龙女仙姑 你总算到了 快给仙太爷看一看 到底得了什么怪病啊 仙姑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我 我到我到的快这儿了 仙姑 仙姑 依你看 仙太爷 他是不是中邪了 难呢 难是什么意思 难道 我这辈子 都顶着这忠诚 两倍大的猪头 过下去 不要啊 我要恢复 我那俊俏的脸蛋啊 依贫道所见 这个怪病 应该是被妖孽 下了邪咒所害 贫道修为有限 除非找到失咒之人 否则 大人的头 恐怕难以治愈 平白无辜 怎么会惹到妖孽呢 依我揣测 大人惹到的妖孽 和上次金少爷惹到的 应该是同一个 大人 这颗丹药请先服下 可暂时缓解疼痛 不过丹药的药力有限 坚持不了多久 这是仙姑 会刺灵弹 果真不疼了 这真是太神奇了 大人 若想治好你的头 贫道斗胆认为 不如拿许仙当诱饵 引出药腻 人啊 好事啊 可本官该如何行事呢 贵吾 可以 人贵 他这个头 怎么不想 你这还不想 怎么不想 你这还不想 个小厨 你这还想 我讨厨 我讨厨 笑什么 笑什么 宫堂之上不得喧哗 徐仙 柳倩 你师徒医术不经 已自朝廷命官沈大人 你二人可认罪 大人 沈大人的气喘 如果不是因为我开的小青龙汤有效 他为什么多次派人来换取新药呢 大胆刁民 还敢强辩 你当本官是三岁小孩子 你的药如果有效 沈大人怎么会死啊 大人 我还没有机会去复查 你们就把我押过来了 本官已详查 沈大人索夫汤药的药渣 徐仙 你给沈大人的小青龙汤 药量为何比别人多了许多 还加了父子 父子具毒性 依我看 这才是沈大人致命的主因 大人明鉴啊 举仙开出的药方 我都看过了 药材与药量都没有问题啊 你这蒙古大夫还真敢讲话 人都已死了 还说没问题 大人 我开的方子之所以药渣比较多 是因为金百万他们垄断了部分药材 我没有办法才以父子代替这些买不到的药材 可不至于置人于死啊 就是 他怎么会承认你死啊 大人 认我 这分明是许先的脱罪之词 你去问问 我金百万什么时候垄断药材 你 金百万 你垄断药材是众所兼之的事 大家不敢言 是怕抵了罪你 对 你不要以为没有证人 你就是清白的 是是是 哎 你知道报案应该讲究什么吗 证据 我很理解你为弟弟开罪的心情 但是你说你这么平白无故的 含血喷人 损害我们金家的伤欲 对你弟弟的案子有什么好处吗 没有 你怎么这么说话啊 哎 天呐 你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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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堂之上不得喧哗 谁敢再吵 先打三十大板 哎 哎 别别别说了 哎呀 哎呀 抓到我头又开始疼了 许仙刘谦听判 刘谦 你身为许仙的师父 督导不周 只是许仙诗药不当 奔官派你十年前进 啊 十年 大人 大人 有师父是无辜的 药方是我开的 汤药是我煎的 不干我师父的事啊 哎 许仙 你师要不当 以此朝廷命官沈大人 犯案后 推诿色泽 不知悔改 死罪难逃 押入大牢 明日午时 问札 大人 人了 人了 娘子 娘子 让静啊 冷静 狗官 这是什么判决 姐姐 先别急 好事就要开始了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这事跟许仙没关系 药方是我开的 要判就判我一个人死罪吧 跟许仙没关系啊 师父 大人 药方是我开的 药也是我煎的 确实跟我师父无关 我师父是冤枉的 我求你判他无罪 我求你了大人 大人我求你了 大人 不不 大人 大人我求你了大人 你杀我一个人吧大人 我杀我一个人吧大人 大人 这里有个锦囊 您收着 遇到生死罐头的时候 再打开看 这不是 药物丝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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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爱都在于雪上一只好和脱鱼 小姐啊 来人哪 把许仙留钱统统都押下去 大人 对的 大人 成拜都在于雪上一只好和脱鱼 你刚才说什么 都死我了 救命 救命 都死我了 快去找大夫来 快去 快去找我 快去找大夫 放牘共浪 滴雷 di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